我本身 其实我应该说我高中时期 我就很喜欢数学这个科目 7月1号、2号、3号大学联考 我4号就进补习班打工了 所以我都一直在补习班学习 如何把那个东西教好、学好 我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 就回到了育苗 那我就成为第一届的国中部的班主任 我们育苗国际文教事业 其实在北投已经23年了 钱老师他是一个认真负责的老师 很想很想要去帮助台湾最辛苦 但会成为台湾之光的这群人 因为这群人最需要温度跟温暖 那这群人就是维格的学生 我们用了W这个字 其实W这个字就是Win 那因为我们的名字叫Win-Win 就是双赢 我们希望学生、家长双赢的意思 为什么我会继续focus在维格这个学校 维格这种学校有一个最厉害的特色 维格所有的高中毕业生有80% 是可以考上台新教程证 50% 不是上台大 就是上医学院 既然这种学校最好的 那我们当然就要把这种学校的学生 专心的照顾好 每一次的考试要考什么样的范围 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考古题 我们都可以收集完之后 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讲义教材 来帮助他们 所以我就在 我们这边就成立了Win为一个自由教室 理科方面的科目 我都会用程度分班 把所有同学就是 先帮他们做粗浅的分班 可以学快的 我就毫不犹豫地往前冲 那但是也有那种是 老师我数学真的不太行 我不能快 我就分成三种等级的班级 学校他们有一个荣誉执升制度 是可以免学费执升高中部 几乎学校的五分之一的荣誉执升 都在我们这里 一般的公立学校 一个班级只剩十几个人 讲难听一点 考战浪也十几名 所以感觉不出来自己的成绩怎么样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安全性的考量 我这一个区块的所有的学生 只会有违格的选景来 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就完全依照私校的进度 他们的寒假 今年他们只放了农历过年那十天 其他天都要去学校上课 只要学生在学校上课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排课 因为只要有上课就有进度 就不会停 我们就一直往前冲这样子 我们要帮学生拼职升 学校夜自习九点放学 你会在北投路上看到一群 威哥的小孩还在往我们这边移动 因为我们让他们来读书 读到十一点 一到五的晚上 就算他回到家 他有问题他没办法发问 我要做的就是解惑这个事情 我各科辅导老师都有安排 他们就在这边帮助学生解题解到完 还有我们老师在线上 学生有问题一赖到群组 马上就解 及时帮你做解决 假设我今天进来补习班 我一定是最早进来 要走我一定是最晚走 受科老师的挑选我就是精挑细选 我们的物理老师来自 是宜兰 化学老师也在宜兰 数学老师住桃园 政务老师住嘉义 每次上来都坐高铁 家长对我们的反馈有三个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有一个K书中心 每一个人就是用一个办公OA 完全隔起来看不到别人 那我们还会像那个百贵公司的美食街发那种震动器 轮到你震动响你再出去 第二个就是个别辅导 这一周你有没有什么科目你是需要额外安排辅导的 我就请老师一对一的帮你加强一个小时或四十分钟 第三个就是我们最近才刚办完一个两天一夜的成长 我们在里面利用一些很特别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A3的一个板子 我们要塞八个同学站在上面 比赛看谁可以在上面撑很久 去了五十几个家长 后面再让家长跟学生分享对对方的一些看法 这样说我以为你是一个不愿意努力的孩子 两个这样相拥而弃 我在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是一个教育家 深刻的感受到我们不只是一个老师 我们更是学生在读书上面的一个领航者 我认为现在那种大班制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我想要打造一个补习班就是 我们这群学生是真心想拼鼎大 从小学你要考维格 当你进了维格让你每一科都考得好 校牌在前面 之后到高中我就要开始进行更广的 因为高中现在要看所谓的学习历程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教你课业 还要帮你一起制作属于你个人的学习历程 其实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 其实我们打币维格自由教室能够成立 其实就是由我们育苗国际文教 大概我们是在21年前我们成立的育苗 那我们的执行长好执行长 他也是一个非常大器的人 比如说我们会在12月半小六学科能力检测 我们去租接一所学校 像私立学校的模拟考 这样去进行一个大型的考试 我觉得很感谢我们的好执行长给我这样的一个空间和环境 这也是钱老师 只要让人感动的地方 他真的有温度 当孩子的热情即将要熄灭的时候 他就会去点燃他的热情 那我觉得这股热情会让孩子跟家长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这条路真的很辛苦 但我们走了 而且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一个人走真的或许走得很快 但一群人才能走得又远又稳嘛 所以现在钱老师有我们这群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帮着他 非常非常的谢谢钱老师 感谢您的观看